大家晚安 新年快樂 晚安 哈囉 新年快樂 哈囉 哈哈晚安 九蛋晚安 Akira晚安 哈囉好哥 鴨鴨晚安 人和晚安 鴨鴨晚安 哈囉 阿丹晚安 福福媽晚安 不想上班晚安 哈囉熊熊晚安 謝謝睿龍的Kiss珠珠 捧捧 晚安 人帥又有禮貌 很好很好 晚安晚安 謝謝洛克的爆竹 這次爆竹 沒有爆破了吧 我今天出門還一直聽到 有人放鞭炮耶 可是我沒有嚇到 因為離蠻遠的 哈囉阿比晚安 開阿晚安 港式料理好吃嗎 好吃好吃 我昨 昨天 前天 前天 跟小迪一起去吃了 港式 是小迪推薦的 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我港式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鳳爪 還有粉針排骨 粉針排骨 粉針排骨好像不是我的最愛 就是每次我們家都 去喝茶的時候 一定都會先點鳳爪跟粉針排骨 可是我爸媽喜歡 他們每次必點 不過我自己的第一名是鳳爪 小迪說他的第一名也是鳳爪 鳳爪真的太優秀了 好吃的鳳爪就是要那種入口即化 不需要咬 講一講又流口水 他也要流口水了 幫他擦一擦 謝謝太空的一封信 過年果然還是要吃港式才有過年的感覺 因為習慣了 每年過年一定要吃一下 不過也是吃蠻貴的 我們就是平均 一個人 一個人也要五百塊左右 不過港式好像就是這個價錢 只是因為過年回去跟家人一起 其實通常都是長輩出錢 所以就是看到什麼 他們就說想吃就點想吃就點 然後就拼命畫 但是鳳爪就畫一槓 他們說龍夠嗎 你們兩個那麼愛吃我跟奶奶 然後我們就 那就可能就會畫三槓之類的 鳳爪是小朋友的愛 也不是小朋友啦 大朋友小朋友都愛 你們也喜歡吃鳳爪嗎 哈囉 智偉晚安 Jeffrey晚安 哈囉 過年就是要奢侈一點 對呀 我平常都省吃減用的 我覺得過年就是 過年過節 該花的還是要花啦 而且我跟奶奶兩個人 已經算是沒有辦什麼年貨了 不是說沒有辦什麼年貨 我們真的沒有買任何的年貨 以前我們家過年啊 還會有那種就是裝零食的那種 你們知道嗎 很多格很多格圓圓的那種 然後裡面就會放各種各樣的糖果 哈囉 豆柯晚安 出風晚安 也晚安 然後 就是會放 你們知道我說什麼吧 就是放各種糖果瓜子啊 還會買什麼開心果這些 但是因為我 今年過年就不能回澳門 就只有我跟奶奶兩個人 所以 我們就沒有辦年貨 因為也不會也沒有親戚會來對 就是沒有 沒有澳門的親戚要過來 沒有我們要去澳門 就是很普通那個過年 所以我們沒有辦年貨 也算是就是 蠻省的一次過年吧 這是去年兒童新任緣服買 對啊其實這件衣服是奶奶的 我一直跟她借來穿 有吃過永康牛肉麵嗎 永康牛肉麵沒有 不過我覺得台灣好吃的牛肉麵還蠻多的 而且都不貴 哈囉潘生晚安 紅衣晚安 其實我們該點的都有點了 然後甜點也有點 我點了羊之甘露 我真的好愛羊之甘露 哈囉休澤晚安 我太常常以為這件是我的 想說過年喜氣一點 因為我上次出戲太子不已經穿過紅衣服啦 我就沒有其他紅衣服 所以就穿奶奶的 紅衣服平常沒有什麼機會穿啊 謝謝收把特工的告白氣球 博生晚安 哈囉龍眼 謝謝小碗熊送我一封信 貴的牛肉麵也是很可怕的 就跟拉麵一樣啊 台灣便宜的拉麵 可能一百出頭就吃得到 可是很貴的 像一蘭 我都還沒有吃過一蘭耶 一蘭的話應該要三百多塊吧 不過我覺得在台灣吃牛肉麵就很 就是台版的拉麵就是牛肉麵 就是又便宜 牛肉麵基本不太會超過三百 對 牛肉麵沒有超過三百的嘛 可能有 但是就是很少見 基本上牛肉麵一兩百塊就 就可以吃到很好吃的了 我吃過好幾家牛肉麵 我覺得都很不錯耶 一蘭還要排超久 對啊每次經過一蘭都大排長龍耶 我看到排隊我就不想要吃了 因為它很貴 然後 又要排隊 我就是不喜歡等 我就是一個很急的人 我不想等 所以沒有吃過一蘭 不過我朋友說他買一蘭的那個泡麵 他說吃起來跟店裡面的一樣耶 可是我想說 可是泡麵你要買一百多塊 泡麵不覺得也很奢侈嗎 就是如果真的要吃 我還是想去店裡面 體驗看看啦 只是就是他每次都排很多人 我就不想排隊 而且他重點是蠻貴的 而且一蘭有兩派 一派就是非常喜歡的人 就是比如說安安 他超愛一蘭 就是一天到晚都看到他去吃一蘭 然後另一派就是說 一蘭有什麼了不起人 一蘭這種東西 就是賣他的名氣 一蘭根本很普通 很多人在那邊要比他好吃 對就是有兩派 謝謝 謝謝張和淼淼的眼妝只有你 他可愛我喜歡這個愛心眼睛 好啦但是 我是覺得我是沒有吃過 所以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我知道一蘭有兩派 兩派學派 你們是哪一派 我是很派 我學他的表情 他的嘴巴是往哪邊上揚 有點看不到 他的嘴巴是往 就是左邊還是右邊 這是右邊 那我要往右邊上揚 欸我怎麼被夾開了 摸著去 熊熊讓我好看 我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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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蘭的座位蠻酷的 一蘭的座位好像就是 一人座的那種 一人座 他應該叫一人拉麵 為什麼叫一蘭 他是一人拉麵吧 就是 他的座位很像那個 K書中心 我是沒吃過一蘭 但是我看很多YouTuber會去吃 所以我很了解 他就是 很像K書中心 然後這樣一個人宅宅的位置 因為我上次看誰去吃 蛇丸嗎 大蛇丸 然後他就說 他覺得一蘭的位置 對胖子不友善 他覺得太擠了 他就只能擠在那邊吃 他覺得很擁擠 一人的台語 一人 一人拉麵 我不知道 拉麵的台語是什麼 拉麵 不是 麵 麵的台語是麵 你要吃麵 沒有麵 拉麵 一人拉麵 拉麵的台語是拉麵嗎 是拉麵嗎 是拉麵嗎 沒有人要回答我聲音 謝謝玉安的美光 我跟你們說我今年過年 學到很多台語 我台語病病久欸 拉麵 是拉麵嗎 是不是拉麵啊 你們不要沉浸在我美妙的歌聲 我有沒有講對阿 拉麵 謝謝 Thanks的告白氣球 謝謝Killer送我閃光星星 謝謝金魚的香檳 你們也不知道怎麼講是不是 拉麵 但是我知道麵的台語是麵啊 因為我們去買小吃攤老闆娘會說 你今天要吃飯 要吃麵 雖然我知道麵是麵 但我不知道拉麵是不是拉麵 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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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DRAKE的答案 秀 拉麵是台灣的麵 那拉麵是什麼 拉麵沒有台語 所以如果 如果 如果 長輩 只會講台語的 阿公阿嬤要吃拉麵 他就會說 我今天很想要吃拉麵 這樣子 是嗎是嗎 這很像鄉土劇 這會吃那個鬼 我今天要吃拉麵 這樣嗎 最近看了IG 以為我的日語說得很好 不是 我剛剛說的是台語不是日語欸 怎麼會 我剛剛說的是台語不是日語 怎麼會 我剛剛說的什麼話 讓別人覺得我日文很差了 我的日文沒有很差吧 我剛剛說的是 不是日語欸 是台語欸 雖然 對我台語很爛 我的日文哪是N3 我N2兩百年前就考過了 你們太小看我了吧 我會生氣喔 謝謝小玲的戳戳泥 好啦 我今年就看 有空我就去考N1嘛 就因為去年疫情 我就覺得去考場很可怕 就是一個你知道密閉空間 我就不想去考 謝謝Sam的咪卡著亮點 謝謝福福貓告白氣球 但我真的覺得考 就算考過N1對我來說 也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什麼 就是我用不到他 我不知道我要考他幹嘛欸 其實 但是我不考大家 就小看我 我真的是 欺負不得欸 咕咕 欺負不得 用不到幹嘛考 因為你們這樣衰的我很爛 剛剛有人說我的日文不好欸 不是說我的日文不好 就是我以為我的日文很好 對我考N1就是為了炫耀 就是 哈囉 大家我有N1喔 這樣子 當考完N1 日語也不見得很好吧 就是 因為 日簡又不考口說 是不是 我機不得對阿 報名費多少 N1要多少 我記得N1比較貴欸 我記得N1比考N5還要貴喔 欸為什麼我要講N5 我講N1就是N1 然後N5 為什麼我不講N5 好我自己 對自己疑問 我記得N1比較貴 要是不是要 一千六 一千六好像 好 好像還 有點貴 可惡好 讓我思考一下 反正我不會 我應該不會考7月的阿 因為 準備不夠 謝謝威魯的緣分相遇 日常繪畫比較重要 我是覺得 對阿 所以我就沒想考 可是每次 每次被問 欸你日文怎麼樣 然後就只能 人家就會問說 那 你有沒有考日簡 然後我就只能說N2 可是N2就是我 就是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考在澳門的時候 你們看我來台灣幾年了 三 三四年了耶 是我好久以前在澳門考的 我已經好久沒回澳門了 大家 對啊就是 蛤 我不知道 我去年是沒有想要考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覺得去考試就是 就是自詢死路 就是很恐怖 我覺得就是學校環境 考場都是很可怕的 因為之前看到新聞說 考生有人是 就是中獎的 所以就覺得很恐怖 對 今年感覺好一些了 但是就是重點是考N1 對我來說沒什麼用 但是我要激不得 所以我現在自己在糾結 好啦 反正我 就有需要他的時候 我就會考 就需要他可能是我 之後 可能 想要出國 找工作 去日本工作 還是我想要去留學 還是什麼 我要在考研究所 考什麼 需要用到 或者是 我激不得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突然去考 就是 對 但我現在還沒想好 沒事 今年才剛開始 我們 開開星星了 下次人家問我 我就直接回他 一場傳日文 好像可以喔 但是我覺得日文 因為 因為日文 台灣人會講日文很多 很多阿公阿嬤也會講日文 然後人家就說 你會不會日文 然後台灣人基本上 都會一兩句吧 要自我介紹 開始了 我是皆 這種 這麼簡單的 大家都會 空翻物阿這些 大家都會阿 然後大家就說 然後日本人就會說 日本語好可愛ですね 上手 上手 然後大家就 喔 日本人就是很喜歡 稱讚 上手 上手 就是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我日文好像真的不錯阿 但其實就是 這是基礎 就是超基礎 是不是 所以你要怎麼說 一個人日文好不好 我還真的不知道耶 但是這種基礎大家都會阿 就算不會我剛才講了 你們也會了吧 初めまして 對不對 大家都會了 Mina為什麼說台語進步了 喔 這我就要聽我 威威道來了 就是因為呢 我今年的過年 我今年的過年 我去我同學家住了三天 然後因為他們家就是比較鄉下 然後 他們 媽媽都是講台語的 他們在家都是講台語 所以 我很多聽不懂的 他們都很有耐心會教我 所以我學到很多台語 我今天可以教你們 搞不好你們也不會 好 其實我台語很爛 好 我覺得你們應該都會了 只是我有學到新的 就是比如說年菜怎麼講 就是菜色 這樣我去餐廳 我就可以用台語點餐了 Mina有考阿拉伯文檢定嗎 沒有 我阿拉伯文不需要 不需要考檢定 因為會阿拉伯文的人很少 所以我不需要透過考試證明 但是為什麼日節要考試 因為大家都會 初めまして 所以我不考個N級的話 大家不知道我多厲害 好啦其實 我跟你講考N2有沒有多厲害 就是 就是你阿拉伯 好我要教大家台語 學到怎麼有趣的句子喔 其實沒有什麼 主要都是學 單字吧 謝謝艾文愛的煙火 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 推口 你們知道推口是什麼嗎 推口 結果只會說菜名嗎 這樣子我以後可以去餐廳點菜啊 我要推口 不如今天就台語台 但是我怕你們聽不到 我說什麼 因為我知道 我現在年輕人的台語很壞 很壞 很壞 跟我一樣很壞 等一下 台語很差跟很醜 是一樣嗎 很壞 很壞 一樣嗎 是一樣嗎 等一下 我突然 是一樣嗎 一樣喔 哈哈 欸不覺得我台語真的進步了嗎 哈哈哈哈 謝謝蘿莉朗的夢幻煙火 新年快樂 好久不見 聽不懂要離開 就拜了 第一次都是 很拜 拜拜 拜拜 他也很爛 那我現在可以 你看我可以教你們喔 所以你們知道推口嗎 推口就是 豬腳 豬腳肉叫推口 腿褲 推口 厲害吧 這個我之前都不知道耶 但是我知道腿褲 但是我沒想到 喔 豬腳就叫推口 嘿嘿 推口 又是柔君說的歌 我真的好喜歡喔 謝謝猴影的浪漫玫瑰 我的綜音好像乖乖 推口 綜音錯了嗎 推口 他有綜音嗎 推口 推口啊 推口 推口 我是什麼 跳針 沒有跳針喔 不是蹄 不是蹄 反正就是 肉 腿褲就是腿褲肉 好吧 然後 還有香腸 你們知道香腸的台語是什麼嗎 香腸的台語 我之前一直以為 你們是不是不知道 我之前也不知道喔 哈囉 草莓薑 我唸的好英語 文感 真的嗎 推口 等一下 這個燈 他現在要那個 香腸有台語啊 煙牆 好像兩個都可以 他媽媽教我的 欸 這個燈 他接觸不良 但我還不想花錢買新的 再撐一下好不好寶貝 加油 欸 乖啦你 欸 沒有 不知道是我在跟直播燈講話的人 會不會有我旁邊有一個男人 好啦你乖啦寶貝 好啦 好了好了 他好他乖了 對 香腸的台語是 灌牆 我 我一開始以為是 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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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香 之類的 因為香 我知道香的台語是香嘛 香香 還是 熊 熊 之類的 結果他們說是灌牆 因為香腸是用灌的 我覺得台語還蠻白話的 厲害了吧 我居然知道 香腸的台語欸 灌牆 我的燈都要用紅的 對啊 跟你們一樣也要用紅的 不紅都不管 煙牆 煙牆好像也可以 煙 煙牆 灌牆到多數是買賣的人在說 老闆我買 一條灌牆 這樣子喔 然後回家他就變 煙牆了 是嗎 但都聽得懂啦 我自己覺得灌牆比較好記 所以我記灌牆 因為他是用灌的 你們這邊灌牆是動詞 蛤 灌牆是動詞 我現在要灌牆 我現在要做香腸 是嗎 每天都聽得懂 其實米娜台語發音嗎 對啊 到底誰說我台語很差的 我就說我台語 就好 就好呢 我以前有在台灣 我台語在台灣學的啊 國小的時候 在台灣學的台語課啊 國小三四年級 就學台語課了 想想還有什麼 還要學了什麼啊 哇 我只記得這兩個 還有什麼食物啊 過年還會吃什麼年菜 誰給我的自信心 梁靜汝給我的 米娜書龍龍鼠台語 富伊斯龍龍鼠 喔白昌魚 有有有有 有看到白昌魚 白昌 好像沒有唸那個魚耶 他們就直接唸白昌 白昌 對不對 佛跳牆我不會講耶 因為我同學他說 他不喜歡吃佛跳牆 可是我覺得 我還蠻喜歡佛跳牆 因為裡面料很多 我喜歡佛跳牆裡面會放栗子 烏魚子沒有吃 烏魚子好像 我記得烏魚子很鹹 我沒有很喜歡吃 有學常年菜的說法嗎 沒有耶 謝謝阿俊的閃光星星 楊靜汝給我 奇怪楊靜汝不能給我自信嗎 他給給我自信啊 不是我一起不喜歡 不是因為我同學不喜歡 所以他就不教我了你知道嗎 你哪佛跳牆是吃芋頭派的嗎 佛跳牆的芋頭超好吃 超好吃 很粉耶 我吃了小米 我忘記我吃了什麼耶 佛跳牆的台語 我覺得佛跳牆就是很好吃的食物啊 我不會耶 因為他不喜歡沒有教我 常年菜我忘記教什麼了耶 什麼菜 啊我忘記了 佛跳牆的料每一樣都有人推 我覺得佛跳牆就是很好吃的食物啊 就是裡面有各種料 你總能找到一樣你喜歡的 哈囉哭妹晚安 肯學已經很棒了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學語言 其實台語我也沒有到 怎麼講呢 就是很簡單的對話我可以聽得懂 可是有時候如果講得太lend的那種 我可能就聽不太懂了 不要是第二天的佛跳牆我都喜歡了 今天就會暖暖 可是我還是很喜歡耶 我去他們家 我初一的時候去我同學家 然後就是吃他們前一天的那個 隔年菜 年菜 午餐晚餐都是吃一樣的 其實跟我們家也差不多 然後因為我同學都不吃佛跳牆 所以我就一直吃 因為我就很喜歡佛跳牆 很多料 謝謝黃辣的告白氣球 台語跟粵語哪個比較好 沒有哪個好哪個不好耶 語言就是溝通的一個工具嗎 我台語跟粵語我覺得是蠻像的啦 我都很想學好啊其實 謝謝劍谷的人氣星星 客語客語就算了 現在有誠實啊 我就不學客語了 謝謝黃辣的心理箱 謝謝黃辣的心理箱 很澎湃然後出山了還在吃 對啊 不過我們初二的時候 初二的時候吃了什麼啊 好像就 初二就有煮新的一些菜了 初二就有煮新的菜了 哈囉安安仔晚安 初次見面 新年快樂 好 我的阿拉伯語要精進了嗎 有喔我每天都在精進自己好不好 謝謝Qiwi的心理箱 思雅有教我嗎 她有教過我一句 但我忘記了 客語我也會啊 泰嘎厚 眼黑 Mina 眼紫色 什麼呢 呵呵 有沒有 謝謝黃拉的帶你去流浪 可以吧我客語也會啊 就是超基本的自我貼上 謝謝紅的楓眼 但是我是不是講什麼語言都有點鼠音啊 標準嗎 好開心喔 說的比台語好 等一下我台語哪有不好 台語我也可以自我介紹啊 大家好 我是 潘姿怡 我今年二十五歲啊 不是五歲喔 別五歲喔 台語真的好多 五歲跟誤會是一樣的發音嗎 為什麼台語每次自己講講都會疑問 自己是誰 自己就是我 我就是自己 欸五歲跟 喔正音不一樣 狗灰 蛤 狗灰 所以睡不是 賣狗灰 誤會不是狗灰嗎 很相近 吃人晚安 我台語很冷 我告訴你 你不要把人說 你不要把人說 我不要跟你說 說啊 說完 我怎麼都在玩諧音梗的感覺 我沒有耶 真的沒有設定好 我就隨便講一講 然後我突然就 怎麼那麼像 謝謝熊熊的掌聲鼓勵 挖滴 AWAY 不要跟人說喔 你要是不是跟人說我就不愛給你 紅包啊 紅包是不是 紅包 剛才那是什麼鄉土劇 快點 Come on 找我演鄉土劇 我可以在這邊點很多字 一顆也 兩顆也可以 三顆四顆 都可以 我真的 我真的可以演鄉土劇 你這樣鄉土劇需要點很多字嗎 你看 狗 狗 是誤會 鼓揮是5歲 好像喔 鼓揮是5歲 鼓揮 鼓揮 用力一點的是水 鼓揮 好像喔台語真的很多這種諧音耶 香毒就跟汁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耶 我怎麼說有這種迷失 絕對不是陳司雅的關係 現在也路過了人氣星星 現在威爾森森的風耶 想不到米娜台语这么一种 我就说你们小看我了吧 太小看我了 大家 bonjour bonjour sabi-sabi bonoid 是呀耳朵仰仰 米娜耳朵也仰仰 谢谢阿华的浪漫玫瑰 sabi-sabi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是某种鱼系的东西 草莓的台语 谢谢阿华的给我小心一点 小心哪 这是我们的特效啊 谢谢茄子的一封信 今天到底几生道 我们今天超多生道 法语都来了我的天哪 现在已经几生道了 我数不清你们帮我数 等一下草莓的台语 你们之前是不是有教过我啊 忘记了 我不会草莓的台语 我记得是差很多的吗 米娜想客串台语八点档吗 当然 我可以 我可以 你 你马 我转队对不起笑场 等一下 不可以我这样不转眼 不可以笑场 你马娃 你转你马娃 我要转队不可以帮你甩 对不起我真的觉得这句话太好笑了 我好像太没有杀气了 自己都笑出来 刚刚那句什么意思 不安乱 不安乱 不安乱是什么 我刚刚有讲不安乱吗 场景都是killing啊 我先徒手捏水口 萃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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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片段超好笑的 就是 等一下我想像 他是怎麼演來的 有一段鄉土劇 等一下 我不可以自己先笑你們不知道我在笑什麼 我之前有看到有一個 鄉土劇的片段我真的覺得超棒 我一直很想演 可是我不能笑場 所以我現在要先冷靜 對 好 我現在要一人分是兩角 什麼我不知道 我先演你們看有沒有看過那段 我真的覺得超好笑但我不能笑 因為那個演員他自己也沒有笑場 所以我不可以笑 那段就是這樣子演的 首先是先一個人先問他 我用個特效好了 這是女人最愛問的特效 我想想我要用什麼 用這個好了 花花 等一下 這個音樂有點破壞我的情緒 算是很好聽 sorry 拱禁文 我加歌單了 我真的加歌單了 先暫停大家繼續放 好我現在要來醞釀情緒 不然我會笑場 哈囉 浪克晚 sorry 我現在要先演一段那個 鄉土劇 我等一下再回答你們的問題 真的我是認真的 我覺得不能笑場 成為一個專業的演員 我覺得不能笑場 如果成功請幫我截圖 不是截圖 請幫我截取這段影片 然後發到 發給鄉土劇的導演製片那邊 一定會笑 不行我覺得不行 你們不能我不要看你們的留言 好等一下 好緊張喔 救命 好緊張喔 大家讓我準備一下 真的喔 我今天要演好了 我就問你一句話 如果是我跟你們阿嬤 當時 掉到水裡 欸 喔不是講錯了 等一下 講錯了 不是掉到水裡 等一下等一下 重來一次啦 等一下啦 等一下 重來一次啦 我講錯了 等一下他是怎麼演來的 等一下啦 我想要他是說什麼 不是不是掉到水裡 還沒有 醜一對醜一 你們知道我要演什麼了 不能再一次啦 你們不能抱我咧 欸 好好我好了 謝謝小鈴送我 那個是什麼 我的觀眾 好謝謝各位觀眾 好我再一次 我就問你一句話 如果是今天 我們家會小廚 你的新叫我 你的新叫我 我阿嬤 我的新叫我 耶 我沒有笑場 你們聽得懂嗎 這個台語好才聽得懂 你們有聽懂嗎 我覺得 邏輯正確 我 我真的覺得 你們有看過是不是 你們有看過是不是 耶 謝謝掌聲鼓勵 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 我很帥 這個鄉土劇演員 我有Respect好不好 他叫什麼名字 有人知道那個演員叫什麼嗎 請把我跟那個原版比對一下 就是那種你知道 那種 任性的 任性的女人 就最愛問的問題 就比如說 我跟你媽同事丟到水 你會先救誰啊 如果今天我們家失火了 你會先救我還是他呢 我會先救火 這到底 而且重點是 你要先救火 到底有什麼好沉思 那麼久的 我還以為他要講出什麼答案 然後還明示遠方 我會先救火 鄉土劇都這樣嗎 鄉土劇都這樣嗎 根本是爺爺的態勢 對耶爺爺是消防員 消化明明很爛 我真的 我真的笑超久 我看超多遍的 所以我才 我才 講的蠻順的吧 灰修廚我都知道耶 因為我看超多遍 這個很好笑 還要轉頭 我沒有像畫面在講 對耶我剛剛應該要轉頭了 好啦沒關係啦 就這樣 他們真的很厲害都不會笑 我也覺得很厲害耶 到底 為什麼怎麼辦到的 掉到水裡要怎麼辦 掉到水裡就沒辦法 救不了水啊 你第一次聽那個笑話 這不是笑話耶 這不是笑話 這不是笑話大家 這個是鄉土劇真的有這樣演 你們可以上網找那個原版 雖然我不知道原版在哪裡 那個眼神 對 我跟你們講眼神可以傳達很多事情 重點是那個眼神要很真摯 要凝望遠方 然後堅定的說出 然後堅定的說出 先救火 這樣子 趴萬講錯了啦 它濕火不是掉到水裡啦 我笑點有很低嗎 這真的很好笑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謝謝阿娘掌聲鼓勵 我真的覺得我可以去演香土劇 好啦快找我去演香土劇 Mina有看過水母迷茵嗎 我沒有看過耶 謝謝安安的浪漫玫瑰 我 你們要我現在看嗎 還是我直播結束之後來搜尋一下 講完還有那個抖動 吊到水裡會先救水嗎 我不知道吊到水裡他們會怎麼塞台詞 吊到水裡要先救什麼啊 如果我跟 我跟阿民吊到水裡要先救誰 這樣是演爆笑短劇吧 它不是短劇啊 打香土劇就是一兩百幾 不只有的三百多幾 裡面總是會有很多 就是很莫名其妙的片段 都是經典啊 會先叫救護車 所以 吊到 吊到水裡的話要先 等一下喔 吊到水裡的話會先救水 我會先救 我會先救 可是你要講救什麼東西啊 可是你要講救什麼東西啊 先救命 先救命 欸我講不到耶 難怪他會講 難怪他會講濕火 因為吊到水裡就救不了東西啊 吊到水裡的話還可以救什麼 有 救生拳 哈囉博承晚安 可以在公園裡安排一段TP香土劇 有啊其實之前Daisy公園就很長 就很長演香土劇了 只是我剛好 我的那一part好像很少是演 我們通常都是talking而已 好像還不錯耶 救命好像還不錯 謝謝博承的給我小心一點 真的好想演戲喔 我覺得我根本就是個戲精 哈嘍笑閒晚安 除菊龍捲風 可惜這個月沒有公演了 因為疫情被取消了 所以要看的話 只能等3月看有沒有機會 Mina演香土劇會笑到昏倒 我 我是專業的演員 我不會笑到昏倒的 專業的演員是不可以笑場的 那NG除外 NG的可以笑場 那些 我以前超級喜歡看那個 就是偶像劇的幕後花絮 通常就是10點還是11點 播完之後就會有那個幕後花絮 我超愛看那個 我覺得幕後花絮常常都比 正片還要好看 因為就發現 這會有很多很 很好笑的 很荒唐的內容 或是NG之後都會爆笑 我就覺得 超愛看那個幕後花絮 每次就是 看那個偶像劇就是為了等後面的幕後花絮 可以用台語罵疫情嗎 疫情 疫情的台語怎麼說啊 Mina會追鄉土劇嗎 我沒有在追鄉土劇 應該說劇我都很少 我沒有在追劇 女生其實很多都會追劇 像奶奶就是一個標準的女生 就是會看帥哥喜歡追劇這樣子 可是我的話就 我跟一般的女生不太一樣 對 你們就知道 你們今天會成為 我倉俗國的知名 就是因為 我跟一般女生不一樣 我就是那麼獨一無二的一個存在 對 好啦就是 對我是小男生啦 其實 就是我喜歡看正妹 然後 然後 我平常也不會追劇 對我來說那種 撒狗血的劇情 就是對我來說 就是有點 就是 就是 很還好這樣子 追鄉土劇 我的台語會進步神速 可是我會看不下去啊 鄉土劇那個劇情 就是我真的會看不下去 可是網路的片段 我覺得就是 就是很經典這樣子 可是你要我追完鄉土劇 追不完呢 鄉土劇那三四百集 五六百集的 追不完 看米娜演的鄉土劇 就不能配飯吃了 喔 對 因為一定會讓你笑到噴飯 我記得以前 我做我最愛的動漫是 銀魂 然後我每次銀魂播的時間 就是晚上六點 那我絕對不會配飯吃 因為 銀魂就是超級搓中我的笑點 我根本沒有一次可以好好吃完飯 所以我一定會 就是到六點半看完銀魂之後 然後我才去吃飯 然後六點半時候 因為我們家沒有第四台 就開始看什麼 哆啦A夢之類的 就是很無聊 重播的東西 然後就配飯吃這樣子 看銀魂的時候真的不行 而且他常常有一些很骯髒的東西 就是真的沒有辦法配飯 就是不是太好笑 就是太噁心 我覺得不要看銀魂配飯 就是太噁心 鄉土劇都很跟時事走 對啊 其實鄉土劇演員真的是蠻專業的 雖然說有些劇本就是很荒唐 但是他們就是很跟時事啊 所以他們常常就是前一天才拿到劇本 然後第二天就要演 所以我覺得就是 真的是很知神臨場反應 很考驗臨場反應這樣子 越吃越餓飯都噴光了是不是 其他的台語句 細說台灣 細說台灣 我有聽過細說台灣 那是感覺就是 它是鄉土劇嗎 我以為細說台灣 台灣就是介紹台灣的一些景點之類的 我想說沒什麼興趣 所以我都沒有看過 嗨 熊妹晚安 鄉土劇只有前十集跟主題有關 但是他們厲害的就是 你兜了一圈 已經就是孩子出生了 孫子出生了 演人兜了好幾百集 然後最後大結局的時候 還能說有死去的演員還復活了 就是所有人都齊居一躺 然後再 就是他還能把主線接回來 然後一個 一個Happy Ending這樣 然後大家都看得很開心 然後通常壞人會死掉這樣子 這樣子 鄉土劇我們就看前十集 前十集或前五集之類的 然後再看最後一集 就差不多了 就知道中間發生什麼事了 所以他真的是鄉土劇喔 我真的不知道耶 我就說我就是很容易看 就是會被名字欺騙的 就是 一部劇的名字對我來說很重要 他叫細說台灣 就不覺得很沒有想要看的慾望嗎 像我知道的鄉土劇啊 就什麼 世間情 我知道蠻有名的 然後還有什麼 以前也是很紅的鄉土劇 還有什麼 但我覺得鄉土劇的名稱 他好像都沒有特別的吸引我 聽說台灣是科幻片 聽說台灣到底是什麼 大絕局生下的人 跟一開始人完全不一樣 他也是可以叫一開始人 蛇復活啊 所以不一定 台灣龍捲風 台灣龍捲風是 是鄉土劇嗎 我一直以為台灣龍捲風是像那個 就是聖竹爐在主持介紹的那種一樣 都是鄉土劇喔 這名字 真的我看不出他是鄉土劇耶 藍色蜘蛛王也不是鄉土劇吧 那個不是也是人家在介紹一些靈異故事的嗎 我都沒看過這些鄉土劇耶 標題的結構很像 所以他們都是鄉土劇 那我真的沒看過耶 因為我都以為他就是很無聊的那種 就是介紹的節目 介紹故事的節目 我真的對鄉土劇沒有什麼 就是我都只有看網路的片段而已 因為我看到他總共有幾百集 我就放棄了 我覺得這劇就是出10集 偶像劇10集那種差不多 鄉土劇太長了我真的是追不完 因為我本來就沒什麼在追劇的人 而且我又很看片名 因為鄉土劇的片名總是 勾不太起我的興趣 像周星澤演的那個電影 那女孩 那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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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我覺得這名字就是很吸引我耶 就是我會想看的劇 就是要這種 就是你不懂為什麼他的名稱會這樣子取 名字越長越好 好了也不是說越長越好 但是就是會吸引我的標題 謝謝追蹤 早餐到底多好吃 就一直在吃飯糰啊 看得我都餓了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就是 那種青春校園劇嘛 對我來說有點就是 就是很 灑狗血嘛 所以我有點就是 哭不出來 就是 但這部劇也不會 也不會哭啦 就是 他沒有 他不是要 騙人眼淚的 就是沒有 他本來主軸就 我不知道耶 他主軸可能就不是要讓你哭的 因為有些劇就是會 就是 他會有一個段落 然後說一點就是讓你會想哭 我有爆雷嗎 我有爆雷嗎 他就是校園劇啊 他本來就是校園劇啊 看封面就知道是校園劇了吧 我哪有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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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吃很多早餐啊 你可以自己去看 反正我看完很餓就對了 但是問我不太準啦 就是我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就是我不是凡人 你們知道吧 你們應該都看得出 我跟一般女生不太一樣吧 我跟你們說我最近做了一件很變態的事情 這只能跟 這只有男生懂吧 就是呢 好害羞 我真的 我真的是 太難啟齒了 我真的 就是呢 我在 就是 出事的時候呢 我就跟 品涵啊 還有 黃蜜鼠啊 我們就一起去吃壽司 回轉壽司 然後對 品涵又點了玉米壽司 玉米壽司 玉米沙拉 他每次都點這個 我絕對不吃 好這不是重點 然後重點就是呢 我都還沒講 你們幹嘛 我還沒講 出事 為什麼出事那麼多事啊 你們知道我幹了啥事嗎 我罵玉米壽司 不信 然後呢 就是去 結帳的時候 然後我發現那個 結帳的 收銀員 然後我發現他 就是 眼睛蠻漂亮的 然後看起來應該是個正妹 然後因為他身上有別名牌 然後 就是 前面他們在結帳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著他們牌 然後就想說搜尋看看他有沒有IG 想說蠻漂亮的 然後我就真的搜尋到了 然後可是我 然後 然後我還對照一下 就是因為他的照片原本是長髮 然後後來 可是我看到是短髮 我還確認是不是同一個人 然後還看一下 對他後來最新片的是短 有剪短 這樣子 對 然後 就是可是我沒有直接當面說 我是走了之後 然後我就 我就給黃逆索還有品牌看 就說 這是剛剛那個電影 那個女電源的IG 然後他們就說我很變態 他說你這是什麼吃汗的行為 對我露搜別人 我是不是很變態 以為我直接去要爛 我是這麼變態的人嗎 我是這麼變態的人嗎 你們不會嗎 你們不會嗎 我不相信男生不會這樣 我女生都會做這件事情 我到底有多變態啊 所以IG呢 你們下次去吃壽司的時候 自己看他們的名牌 你們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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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這麼奇怪嗎 我有這麼奇怪嗎 但是因為他就是本名在上面啊 他就是本名在上面 然後我此時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 我就在想 我就在想 對如果 我要去工作的話 我就要去找這種 要別名牌上去的 因為像我以前在小吃店 我們都不需要別名牌 所以我就在想 如果 就是 打工的話 真的是要找這種 要別名牌的 而且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一搜不得了耶 他的IG有5000多追蹤 其實算是個小網紅了耶 就是 我懷疑他那5000粉絲 都是店裡的客人耶 就是 他可能擺就是 一般人的話 就可能 100個粉絲 一兩百個 左右吧 有些比較多 300好了 但是 他 他就是 對啊 我就想說 因為就是 用本名 然後每個客人 你就要去看 然後去追蹤追蹤 追到5000人 會不會就是都跟我一樣 是不是大家都做了一樣的事 我在找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好啦 反正我就在想說 如果我 去打工的話 我不知道有沒有客人 要來追蹤我的IG呢 我的IG很欠追蹤啦 沒有那個行動力去漏收 這有什麼行動力 這只要IG搜尋一下名字 三個字就有了啦 這麼好 只是可以看正妹 為什麼不看 為什麼不看 好我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女神 我就是很喜歡看正妹耶 我真的是 對 我真的是太變態了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我很變態嗎 但我被說變態了 我被說變態了 大家 請不要抓我 我喜歡照鏡子嗎 我還好 我照鏡子 就是會笑出來 因為長得太好笑了 謝謝追蹤 就看看而已 我也去看看而已 我去跟她做朋友 我這整隻就是搭訕別人啦 我就直接搭訕別人啦 小千 小千戴口罩很像正妹 你怎麼會有這種錯覺呢 謝謝CKU的文首領 明明想追蹤文獎 我只是看看而已啦 對啊 對啊 我本來只是想說 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 結果朋友都說 變態呀 所以我只能跟你們分享 因為我相信你們都跟我講 變態呀 好啦我這是個奇怪的人 如果發現她有追蹤我怎麼辦 怎麼可能 沒有啦 我們沒有那麼 厲害 口罩底下的IG照是正妹嗎 是蠻正的 但是跟 就是跟 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就是戴著口罩的時候 我以為她是日系前美的 然後結果 看了照片之後 發現是有種 就是比較偏 成熟美艷的那種風格 這口罩真的是很神奇的東西 還是因為 壽司店穿的比較樸素的那種日式的感覺 我就以為她是日系 對是辣妹 看看也不知道為什麼按鍵變成衣椎中 變態呀 說了這麼多還是沒IG 好啦 你們那麼想知道 我就把她的IG給你們啦 我只打一次喔 你們自己 要追蹤趕快去追蹤啦 就是 等一下喔 好 好啦 還沒追蹤趕快去追蹤啊 好啦 趕快追蹤好不好好不好 很正欸 那麼正還不追蹤 真的是 你有追蹤了喔 有眼光 不錯不錯 你們早就追蹤了喔 那看來她真的是 滿有名的耶 你們都追蹤她了 已經追蹤了 已經追蹤了 欸不要不要取消 不要取消 再按一次就取消了 不行不行 哈哈 炸其反 我是啊 我手機號碼 0906開頭的呢 上次有粉絲說 手機號碼 0906開頭的 都是詐騙電話 就是我啦 就是我啦 25歲 信不信呢 看我IG照片 是不是像5歲啊 口罩底下看來真的挺正的 什麼意思 不戴口罩也很正好嗎 各位以上故事都是真實的好不好 只有IG是 IG是亂給的好不好 其他以上故事都是真的 不是亂講的 我真的有去搜尋那個店員的名字 喔對我最近 剛PO的那個貼文 就是我去年12月去的 佩佩珠的展覽 我看 我覺得那個展覽就是很適合小朋友 可是我在那邊拍照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 自己怎麼 就是 怎麼看起來很像5歲 只是他 佩佩珠聽說他的官方身高 是有200多公分嗎 佩佩珠有那麼高 為什麼有一個吉祥物 他的身高可以那麼高啊 一般吉祥物不是應該 有小小隻小倉鼠或什麼嗎 為什麼佩佩珠要200公分 他根本拒豬了 太大了吧 他 他正面 我一去那個展覽 我就非常好奇 就是佩佩珠 他的正面 到底是不是跟網路流傳的一樣 有兩 有四個眼睛 四個鼻孔 所以我一出我就一看 然後就我發現 他居然 正面 只有兩個鼻孔 沒有眼睛 所以四個眼睛 這個是錯誤的 他沒有眼睛耶 正面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不過我覺得這個展 就是適合小朋友去 因為他很多設施都是 就是給小朋友玩的 所以我其實沒有拍很多照片 我就只有拍了就是 展區這幾個點而已 不過也算 我覺得小朋友去會玩的滿開心的 側面是吹風機 對啊 佩佩珠本來就是吹風機 這是不便的事實 Mina有去玩嗎 我不行啊 我太大了 灌籃 那個不是兒童灌籃 那個是佩佩珠灌的籃 好不好 那是豬小妹的灌籃 豬小妹 兩百多公分灌的籃 我都碰到你們就知道 我的身高是有多麼高 你們不能看我的臉 覺得我是這樣矮臉 就覺得我碰不到籃框 就覺得我不能灌籃 其實我是 在這直播底下 我的腿是無限 沒有無限 就是延伸的很長這樣子 我沒拍正面給你們看 對啊 對啊 我應該要拍的 沒拍到 反正你們不相信的話 就自己去看看吧 我把所有的財寶 都放在那裡了 去找吧 讓我們一起征服 偉大的航道 好啦就是 你們不相信可以自己去看 他真的正面沒有眼睛耶 但有可能 對但其實只是因為他太高了啦 反正就是這樣子 但我就覺得這個展 就是小朋友去玩會比較開心 因為我太大了 我很多設施 秋池什麼 我都不能 我跟小朋友搶我好意思嗎 我25歲了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小朋友去會比較開心一點 謝謝庫美的行李箱 沛沛做的鼻孔是他的本體 是喔 可是 我如果把他的鼻孔塗粉紅色咧 就是應該會有 像小時候不是都會有那種 就是繪圖本嗎 就是會有什麼很多卡通圖案 然後我們就自己塗顏色 然後我們就自己塗顏色 那如果我把 那個 繪圖本上面的佩佩珠的鼻孔塗粉紅色的話 他還是佩佩珠嘛 所以不是不好意思搶 不是不想玩 那當然啊 我同心未敏耶 要是沒有其他小朋友 我早就下去求吃完了 可是我真的是太大了 你很快沒有風就不能用 喔對 那要把那個拔起來 謝謝博文的雙魚寶寶 明天要開工的 今天比較高興 這個叫做什麼 你們知道嗎 就是當人啊 他在一個就是 極度疲累的一個狀態下 他反而會變得非常亢奮 對那個人就是我 真的是這樣子 其實我今天蠻累的 因為今天一大早有練習 八點半起床 然後到現在都沒有睡覺 其實蠻累的 然後我沒有吃晚餐 因為沒什麼胃口 就吃了一點蘋果 該吃了一顆蘋果 直播前吃了蘋果 但是因為其實是因為過年吃太好了 想說就是要 還債了 大家過年應該都吃得不錯吧 謝謝國賓的人 七星一樣 謝謝凱亞的揪揪鳥 沒有很餓 我再還債了大家 今天就開工了 對其實我們今天就開工了 但是我明天沒什麼事情 就是我的開工日跟大家不太一樣 配配竹家濕火會有香味 為什麼 什麼意思 謝謝金魚的香檳 我本來想說 因為像除夕那一天 我跟奶奶就是 把家裡冰箱的剩菜 就是煮完這樣子 然後 因為初一 我就本來就打算要去我同學家過這樣子 然後結果 奶奶那一天 初一早上的時候 他就賴床不想出門 他就說很冷 什麼什麼 懶得出門下雨 但其實初一早上明明就還沒下 是下午才開始下午 反正他就說他不想出門 然後就算了 所以我就留奶奶一個人在家 我就 我就自己去我同學家這樣子 然後就吃的蠻好的 而且我還亂錄他們家親戚的局 就是我們初三的時候 中午有一起去外面吃飯 就是跟他們家的親戚 然後我們就去外面的那種什麼 什麼餐廳這樣子吃 然後就是台式的那種圓桌做了兩桌這樣子 然後我就亂錄了一桌這樣子 對 所以我今年也拿到了就是不認識的親戚 他們家的親戚 然後包給我的紅包 我今天居然 我今年居然 我今年居然 就是亂錄別人家吃年菜 然後還拿到紅包 趁吃趁喝 對啊 媽媽說你好意思啊 你好意思 真的謝謝謝謝包養 真的超好的 對啊 拿到了一包一千塊的 還有一包一百塊的這樣子 我本來以為 不認識的不會包那麼多 結果居然還拿到了一千塊 奶奶沒有來可惜了 有些人喜歡熱鬧 對啊但是因為 就是今年的過年 就是北部都一直在下雨 所以其實我們也沒有去什麼景點玩 我就在他們家打牌 對 但是我今年就只有兩包紅包這樣子 而且因為我同學 他有一個弟弟 他弟弟以前跟我是就是 一樣都是外文系的 就是小我一歲的學弟 所以我們其實本來就認識了這樣子 然後反正我就跟他們家一起吃飯 然後我一去的時候親戚就是不免會問 然後他說 這是你女朋友喔 然後他說沒有啦 是我姐的朋友 然後他說 蛤 所以是你女朋友 他說 然後我同學就很尷尬說 沒有啦我女生朋友 親戚都很喜歡問這些問題 他說 然後他說沒事啦 現在那個 那個性別 那個平等婚姻 婚姻平權已經通過了啊 都很正常的啦 他說沒有啦 就女生朋友啦 現在真的是 男男女女女男男 看不出來 對啊多元成家了啦現在 但沒有我真的就是 因為他們看我爸媽都不在台灣 就想說 就找我一起去過年這樣子 而且因為過年時候 他弟弟都就是在上班 所以家裡就只有他跟他媽媽一起 然後我們就三個人 就是因為一直下雨 我們就在家裡打牌這樣子 承認就好笑了 我為什麼 我幹嘛承認 我不是 我真的是去蹭飯的 我真的是 對啊就三個人一起打牌 而且打了我們打牌打了好幾天耶 我們打一個下午都在打牌 然後 就是能玩的桌遊都完了 他媽媽根本就是遊戲王 就是 我們應該就是就是玩了什麼 減紅點 我們玩了減紅點啊 大老二啊 然後還有 10點半 我第一次玩10點半耶 我只知道21點 我第一次玩10點半 但他就是 他就是 21點的一半 就是 我有稍微 理解一下 其實規則是差不多的 然後玩完之後 就 就玩什麼 大富翁 然後大富翁玩完之後 然後就說 好那我們再來玩跳起 有些他媽媽超興奮的 他媽媽就是 玩什麼遊戲都贏 然後就好來 來我們再來玩 玩大富翁 大富翁玩超久 玩兩個小時 然後他媽媽超強 我跟我同學兩個都破產 他媽媽真的是大富翁 然後玩完之後 就好來 我們再來玩那個 我們再來玩跳起 然後跳起 因為太久沒玩 真的忘記了 然後我就一直 就是在喚醒機 然後他媽媽跳超快的 就是 早就跳完 然後在旁邊 吃水果 然後在那邊等我 我跟我同學在那邊跳 然後好不容易就是 玩了好幾局 然後每次都被他媽媽就是 屌打 然後我們兩個就很慢 他媽媽超強 然後玩完之後就說 來來來來 我們再來玩那個 象棋齁 然後他說 可是我象棋真的不會玩 然後他說 沒關係我們阿姨來教你 然後他 他就跟我同學在那邊玩 然後就看老半天是什麼 什麼 降跟帥是最大的 但是 降跟帥 就是怕 怕冰跟什麼 我搞不清楚 這很亂 很亂 我現在還沒有搞懂 反正我就看到 就是 就是玩了一天已經 那時候已經十點半 我通常說媽 我們差不多洗一洗睡了吧 然後他說 再來玩一局 媽媽超 超有精神的 而且我玩什麼遊戲都贏耶 好的要先去休息 好晚安 怕冰煮 對我覺得象棋太困難了 我真的是 我的小腦袋 我到現在還沒搞懂規則 我到現在還沒搞懂規則 對 象棋 再來西洋棋 他們家還有很多桌遊 都還來不及玩到耶 他媽媽真的是 孩子王 真的 排七 排七我都玩線上的 因為我覺得 打實際的要 怎麼講 要 要重新排 真的很麻煩 就是會排的不整齊 可是太強迫症排好又很難玩 排七我喜歡玩 就是手機的 媽媽超強的 他媽媽很年輕耶 孩子王有唱歌嗎 沒有沒有唱歌 這麼多局裡面我有贏嗎 結果我發現我玩的最好的是大老二耶 大老二我贏最多 其他的話幾乎都是輸 我發現我大老二意外的還不錯 但我其實很久沒有玩大老二了 就是連線上的都沒有玩 但是意外的就是大老二還一直贏 所以搞不好我有玩大老二的天分喔 今天是紅紅的Mina嗎 對啊 新年快樂 長輩的頭腦都很精明了 對啊 而且因為我有點笨 就是有時候前面出過的牌 我就忘記 因為二不是有四張嗎 我就忘記就是 我就忘記其他張二有沒有出過了 因為我手上的 我手上是紅心二嘛 然後我就忘記大老二有沒有出過了 然後我出的時候我就還問說 因為我記得有人出過二了 但我不確定還有沒有比我大的二有沒有出出去了 然後我就問說 剛剛前面有出過二 那個最大的二了嗎 然後還翻那個底下已經打出的牌 他媽媽幫我翻了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已經 二已經出完了啦 然後我就好 然後我就把我最大的二壓下去 然後他媽媽就拿大老二把我壓下去 然後我就覺得 哇 然後我就輸了 我覺得我被陰了 不能翻喔 這隻就忘記啊 可是我被 我被陰了呀 我翻了可是被陰了 這樣居然還能贏 可是我後來就有 就有抓到訣竅啦 就是 就是跟我同學他們打牌的話 就是要 有大的牌就趕快出不要長 因為他們都是很阿沙里的 年輕人終究是年前 對啊我還太嫩了我 被套入了 所以我們 因為下雨天我們就一直在家打牌 然後 玩桌遊什麼的 玩了 玩了兩天吧 然後出山的時候 就 就跟他們親戚一起吃 去外面吃飯 然後吃完我就回來了這樣子 等我出那張等很久了 所以其實我今年 我們有一起去出二的時候 我們有一起去泡溫泉啦 因為就下雨天其實 其實去哪裡都不方便 所以就 因為他們家就是 附近好像有不錯的溫泉 所以就 就帶我去 就是 我們三個人一間這樣子 個人的 不是那種就是露天的這樣子 所以就有泡了一下溫泉 還不錯 因為很久沒有泡溫泉了 很舒服 對啊真的超久沒有泡溫泉 兩三年沒有泡溫泉了 很舒服 冬天泡溫泉好舒服喔 謝謝Ricky的星辰 泡溫泉然後回家吃媽媽 他媽媽煮的大餐 呵呵呵 媽媽的手藝 很好 這樣奶奶還不跟 奶奶他不能 他不能 但他自己 他自己不想跟就算了 他就懶得出門 他就在爺爺家耍廢 就是爺爺他回屏東了 然後他在爺爺的 台北的家耍廢4天 因為爺爺的家有遊戲機可以打 然後還有大電視可以追劇 所以就是比在我們家舒服 所以他就躺在爺爺家躺4天 就躺到初四我回來 因為初三 我從我同學家回來之後 我就去住了品寒家 我第一次住品寒家耶 結果好久沒有 好久沒有這樣 有種女子會的感覺 我們聊天聊到半夜三點 我跟你們講 我在我同學家的時候 都超早睡的 就十一二點他們家就是很早睡 然後早上就是 就是五六點他爸媽就起床了 我同學也是很早起 我同學 他以前都是班上第一個到的人 因為他們家住比較遠 大家很早起 對然後他就是 五六點就起床 然後結果 不是說初三要睡到飽嗎 結果九點多我醒的時候 我發現我同學都已經就是著裝完畢 然後就 欸你要起床了嗎 還是我 他要化妝 然後他就說 那還是我先去別的地方化妝也可以 然後我說沒關係 我可以起來 因為我就是跟他一起睡嘛 睡他的房間 我想說九點 不是說初三要睡到飽嗎 怎麼九點就已經很晚了 然後他說他七點就起床 我想說 我說七點這樣有睡飽嗎 他說有啊有啊睡很飽 我想說 這家人也會不會太早起來吧 反正我在他們家 過了三天兩夜嘛 兩天都是九點就起床耶 他們家真的都超早起的 有跟志榮玩嗎 有啊 可是志榮他有點 志榮很可愛啦 但是他會 好像不喜歡人家摸摸他太多一下 因為我那時候就看志榮卡 就摸摸摸 然後第三下的時候他就 他就 他這手就 就 差點一樣揮過來 然後我趕快 他就沒有打過來 貓很有脾氣耶 但是平函說他摸也是這樣子 就是志榮他是有那個 有個性的啦 就是 他說大概摸個 三下差不多 就是摸太多下他會煩躁 不想被老鼠摸 我就看他可愛嘛 聞到我的鼠胃 我 我有嗎 我身上有鼠胃嗎 所以我的 我的生理時動有點混亂 就是在我同學家那三天就是 都早睡早起 其實平函平常也很早睡 只是真的很久沒有聊天了 所以就是 因為 真的很少機會去住他們家啦 所以就 聊很晚 而且那天平函他很 他很難得的請客喔 他就12點的時候說 我好想要吃鹹酥雞 平函12點竟然想吃鹹酥雞 他那麼瘦 我是說 叫他多吃一點 他居然12點說想要吃鹹酥雞 太難得了 當然要叫他吃啊 而且平函他居然說要請客喔 所以我們就 半夜12點在那邊 客鹹酥雞 然後一邊打俄羅斯番塊 可是真的很忙耶 因為大家都顧著吃 然後就很難專心打 我還是被打趴 那我們這次沒有玩很久 就是因為我們很想吃 然後就最後 我跟你們講 最後我還是沒有吃到一塊鹹酥雞 我一開始就是 因為我鹹酥雞我很喜歡甜不辣 我從我最想吃的甜不辣開始 然後吃 然後就打遊戲打打打 然後再吃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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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打了差不多的時候想說 來吃個鹹酥雞好了 就咦 怎麼找不到鹹酥雞 吃完了 我最 我想說好吃的 那你留最好吃 先吃便宜的 結果鹹酥雞吃完了 我都一塊都沒吃到 我跟你們講 我這個人真的是 我很不喜歡去外面吃那種 樂草或是什麼桌菜 你知道嗎 之前也有跟成員一起去 謝謝吐司姊的戳戳你 之前也有跟成員一起去吃過 那種就是 台灣的那種 樂草店 那種百元樂草 然後每次都因為我吃太慢 你知道嗎 就是我可能還在吃上一道菜 然後新的菜上來他就 秒殺強光然後等候 吃完碗裡他一看 空了 我又沒吃到的時候我真的非常不喜歡 就是去吃那種和菜 因為我就是吃太慢我每次都會 吃不到就是有時候我想吃的 然後我想說等一下再拿 沒有等一下再拿就沒有了 對了 動作太慢了 動作太慢了 對啊我吃東西每次都吃書別人 鳳梨蝦球只剩鳳梨 大概就是這樣子 在自己家才可以把好吃的留最後 對啊 我怎麼總是學不會 過年也會大家聚餐就是吃這種和菜嘛 然後就是如果回澳門的話 爸爸媽媽在他們就是會幫我夾 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吃很慢 長輩怕你吃不飽 先趕快有什麼夾到你碗裡這樣 所以我都有吃飽 可是我自己就比較怎麼講 韓班是這樣用嗎 反正就 就常常都吃不到 先給瑞永的掌聲鼓勵 外面要反過來吃最喜歡的 有但我現在就不太喜歡 去吃和菜因為我都吃不到 好 菜來先夾一點 可是這隻好吃的菜 你想要再吃的時候通常都沒有了 米娜適合吃簡餐 我很喜歡就是一個人一份這樣子 剛剛好的 因為我覺得吃東西就是要慢慢享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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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有一次啊 有一次 忘記是什麼表演了 然後表演結束啊 公司請我們吃蛋糕 公司請我們吃蛋糕 然後有很多很多種口味 然後大家就是分著吃 因為大家每一種口味都想吃到嘛 他我記得總共好像有八種口味吧 大家就是 就是 分 就是分著吃一人一口這樣子 用湯匙挖這樣子 然後因為那家蛋糕店 是很貴的蛋糕店 對 然後我就 我就 很開心的就先選了 對我選了我最想吃的口味 然後就挖了一口 然後吃了之後就 太好吃了 就是 貴的蛋糕果然不一樣 就是 也太美味了吧 我現在還吞口水耶 就是 就是 跟平常那種50塊的蛋糕真的不一樣 他就是 就真的超級滑順 超級好吃的味道 對 好反正就是很厲害的蛋糕 超好吃的我就 哇 我想說我一定要慢慢品嘗 然後 睜開眼睛一手 欸 空了 救命 好了 所以我有吃到幾種口味 但我本來是 想說自己可以每一種口味都吃到 結果 結果我在那邊 然後 欸 沒有了 欸 那沒有了嗎 我真的都很後悔 我為什麼 沒有 沒有我以為大家 我以為大家 吃蛋糕會慢慢吃啊 是 對 大家都吃很快耶 沒有時間讓我OS 我內心細太多了 不是 可是這真的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 超幸福的 但是我覺得 真的一口就很幸福了 所以 也還好 我後來也有吃到幾種口味啊 也是 也還蠻滿足的 就是我覺得 那種 怎麼講 很濃郁 對 濃郁的蛋糕 你吃小小一口 你覺得很滿足 可是 你可能買便宜的蛋糕 你就是整個吃完 有些比較做的比較差的蛋糕 一吃完你就覺得 怎麼覺得還很空虛 所以我覺得還是蠻滿足的 貴有貴的道理 是啊 真的是這樣子 只是平常就是捨不得買 我手機沒電了 我要來 充個電 等我一下一下 現在是要把量先放入碗裡 不是蛋糕沒有碗可以裝啊 我們 就只有湯匙而已 好 Mina可能要一次先拿五支湯匙 然後你說先 怎麼樣 先夾在手指裡 是不是 這樣子 然後這邊 這邊夾四支 然後手裡再拿一支 生日會的蛋糕 會比Mina講的蛋糕還好吃嗎 我覺得有耶 我覺得有耶 謝謝太空的啾啾鳥 你好 Mina要自帶大湯匙 可是我覺得像蛋糕這種東西 就是要用小湯匙吃 就是 就是你用大湯匙吃 就沒有那個享受 你們懂嗎 就是 就是要小湯匙 然後一口一口慢慢品嘗 我自己在家吃 也真的會這樣子 就是一小口一小口吃 哈囉 楊宇晚安 悠悠晚安 建成晚安 Ricky晚安 哈囉 謝謝博程的新年快樂 對 我就喜歡小湯匙這樣 然後享受享受 然後再挖下一口醬 所以我吃東西真的很慢 特別是像甜點蛋糕這些 可是甜點也不會吃很慢啦 就是比起飯什麼還是吃得更快一點 因為甜點就是 就是不太需要咬嘛 之前布丁的可愛湯匙找到嗎 找到了 只有等你們Q 就已經在旁邊standby了 我就要給你們看 之前買布丁送的可愛湯匙 就是 就是他 很可愛嗎 超可愛的 這是什麼長得很像素智君的東西啊 超可愛的 就是為了他 我就為了他被店員笑 這真的很可愛喔 他絕對有其他的顏色吧 他絕對有其他的顏色 我本來想收集其他顏色 結果他居然沒有了 這是素智君嗎 這是素智君嗎 是不是真的很像素智君 很可愛耶 他是這種 湯匙叉子 不是用這個吃布丁啊 這個是買布丁 他有送這個 湯匙叉子 對 這種就是可以挖東西也可以當叉子啊 就比如說你吃排骨飯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 插排骨也可以挖飯 很方便耶 超可愛的 素智 素智君的周邊 什麼時候我也有我的餐數周邊 蝦皮找的說不定會有 蝦皮找的說不定會有 是嗎 不知道耶 好可愛喔 對啊 這名字很可愛 為什麼店員要笑我 這名字很可愛 跟他訓要 你看我今天紅配綠耶 素智君 我是一日素智君 塑膠材質 我看一下他後面寫什麼材質 他的材質是PS PS 我愛你 這是什麼材質 塑膠是什麼PVC 是嗎 我不知道耶 我先畫一隻長鼠 可是我真的每次畫的長鼠都長不一樣耶 因為我 我是不太會畫畫 數智君 對耶 塑膠的數 數智君 紅配綠很像聖誕的感覺 紅配綠很像聖誕的感覺 紅配綠 你們 你們也很會寫音梗耶 不愧是我調教的好喔 搭配我的聲音 店員可能以為我是小朋友 可是我長那麼高耶 我應該蠻高的吧 哈囉安安晚安 PS是劇本以西 所以跟塑膠不一樣 比較脆一點 好吃嗎 我咬看看 現在的小朋友都長得很好 那我是長不好的嗎 我怎麼長這樣子 我180呀 180公分 哪有小朋友長那麼高的啦 5歲長180 這今世世界紀錄了吧 謝謝追蹤 你從這國小就180了 我也是啊 我才5歲 180了 你哪都可以灌啊 對啊 不相應的去看我IG啊 我灌籃耶 灌籃告訴你 灌籃真的要有180才灌得到啦 只能灌香腸啦 灌牆 灌牆是誰 你沒有180 沒關係啦 只是握手繪的時候 你要 往上看我就是了 我太高了 握手繪的時候不要嚇到我 我其實 看起來比照片高很多 MINA的彈跳力很好 可以跳100公分 對啊 我腳上裝彈簧耶 彈簧 我超愛跳的 我就是因為 每天一直跳 一直跳才可以長到180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身高困擾的話 不要再聽信迷方 吃什麼什麼 喝熟微草 沒有用 你就每天跳 真的有用 就可以長高了 大家 沒有180就去灌香腸 對啦 香腸好吃啦 MINA為什麼會準備到 就是採高橋 才沒有 差點就超過佩佩竹 對我還是比佩佩竹矮的 佩佩竹太高了 聽到拖鞋的聲音 喔 被發現了 我 我是不是小朋友啊 我 我在玩拖鞋 我 講話很興奮的時候 我就會 你聽到我的腳 腳步聲 聽得到嗎 你耳力很好 音樂條小痕 就是 就是我 可能 開心的時候就 就是 腳越快的話 我真是很興奮 被發現了 我要用音樂掩蓋 我很幼稚的事實 是毛毛脫鞋 因為今天 最近這幾天天氣都比較冷 所以穿毛毛脫鞋 開心 這就是小孩子吧 我怎麼可以 我怎麼會 25歲 還這麼幼稚 海狗開心 也會拍拍 如果你很開心 你就拍拍手 拍拍 如果你很開心 你就拍拍手 拍拍 拍拍臉頰 戴耳機有聽到拖鞋 童子星 我是女生 我是女孩子 好不好 怎麼會叫我童子 我不是童子啊 不是因為看完火焰之娃娃 對 我還沒跟大家分享 我過年 因為我上次開播是除夕 所以我中間這一個禮拜 有發生很多很多事情 對 這個禮拜其實蠻豐富的 對 我去看了火焰之舞 很棒耶 就是第一次看 第一次看 踢踏舞的現場的表演 以前小時候真的是 只有在電視看 在電視看的時候 都會覺得 哇腳怎麼可以那麼快 我覺得這是 但是看踢踏舞的話 有點 怎麼講 他的表演就是會 比如說一段舞蹈 然後會有人出來唱歌這樣 然後會有中場休息時間 就是跟 跟 跟 演唱會的形式會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 其實在小巨蛋那個 那個 音響就是這樣環繞 然後聽那個踢踏聲音 我都覺得 對 我覺得我可以踢踏舞 你們聽我這個表演 夠不夠快 等一下我把音樂調小聲 可是我知道了 我應該要配個踢踏舞的 踢踏舞的音樂 我來找找看 你們幫我聽聽我這個角速可不可以 我覺得我平常有在訓練 應該是不錯喔 踢踏舞 我來搜尋看看火焰之舞 看有沒有相關的音樂 有一個大家找看 11年前的 火焰之舞 我用毛毛拖鞋 看我可不可以 踢踏我聽那個節奏的聲音 對啊很療癒 來我來聽一下他在幹什麼 等一下還沒開始 要開始了 開始了 開起來大家 歡迎Mina Pan 我們帶來的踢踏舞表演 雖然你們現在看不到我的腳 但你可以帶一起耳機 聽我的腳的聲音 是要踢了嗎 怎麼沒有踢啊 要踢了嗎 他還沒踢耶 等一下他在輕輕了 小孩不能看 最後我在看是不是 啊 啊 謝謝阿凱的我的觀眾 開起來 等一下他還沒有 他怎麼沒有在踢 我跳一下 這個是嗎 這個這個是這個是 這個是這個是 這個是這個是 我蹲倒了 我好想给你们看我的脚 可是我直播灯一直倒好烦 给你们看我的脚 给你们看我的脚 来 我的脚 等下来 你来到我吗 10点半了 邻居阿姨 不好意思 看不到 没看到吗 我刚才没找到吗 我知道了 我可以把镜头转另一边 对不对 等一下啦 我知道了 我要把镜头转边 等一下 他可以那个 他可以换那个 对不对 切换镜头 等一下哦 我要先那个 结束了 我的脚 好 诶 吃了 等一下 我要刚刚那段 等一下哦 他后面后面 他来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啊我要回来了 等一下呢 我要回来了 好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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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欣赏我刚才带来 精彩的踢踏舞表演 谢谢 谢谢米娜 脸好大哦 脚趾头出来 他不给你们看我的脚趾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 这个 那个硬体上面有一些 状况 谢谢阿顺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谢谢 韦的能量饮料 哦 这个灯 被我弄到 哦 好了 好了 大家比较想看脚趾头 哎呀 你以为我会这么容易 就把我的脚趾头给你们看吗 你以为我是这么简单的人吗 冬天那么远 我当然是要穿 是要穿袜子啊 好啦 反正我觉得霍燕之物真的很棒 你们看到我刚刚 精彩的表演 就知道我看完之后 深受启发 就是回去 真的是 花了一段 就是下了一段功夫练的 对 谢谢凯亚的文手礼 然后谢谢小寡面 现在看到你哦 谢谢Snooby 今天看到最奇怪的直播视角 我没办法 我家就 我家就很 很小 我就没办法给你们看我的脚 我只能这样照了 刚进来的满头问号 刚进来的都走了吧 是不是 意义不明的舞蹈 这是我在直播能够给你们的 我已经把我能给你们的接近所能的都给了好不好 我这直播 我这直播有限啊 我们家就这么颠打 一点 我哪里拉的闪动枪 我们家就怎么颠打了 对不对 我们家这么点打 我怎么会有闪动枪 不知道的人以为见鬼了 鬼是他吧 他长得比较像鬼吧 他长得比较像鬼吧 我长得不像鬼啊 拱丸牛排的部分吗 我真的 没有跟到那一次直播的人 应该不知道贡丸肉排是怎么跟 拱丸肉排是我有一次那个做梦梦到的 很奇怪的老板 他问我是不是要拱丸牛排 对我还记得那个音是拱丸牛排 跟山东枪不太一样 哪里来的罗托客呀 山里有无法很嗨哟 很嗨哟 很嗨哟的家 现在Mina独秀 看我一只独秀 一只独秀 感受到我对踢他舞的热情 你是故意打错他吗 为什么是他 他 为什么打那个他 TP的搞笑担当 我没有在搞搞笑 我刚才认真代表演踢他舞 不知道我的角速蛮快的吗 可是我看的时候 我一直想到我们 因为他们其实是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就是他们还要隔离21天才能在表演 才能在台湾表演 然后他们 一天是表演两场 然后六日两天 然后你看台北场玩 然后还有台中场 高雄场那么多场 就是他们一天要跳两次 然后我想到有一次 但是我们也有过一天跳两场公演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跳大家都叫苦连天 就说好累哦 跳第二场的时候 感觉好像没什么力 这样子 然后我看到他们也是一天跳两场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我们看的是完场 但是那个震撼力 还有他那个 就是完全都没有 没有在 没有怠惰的 所以我看的时候 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厉害 很敬业 然后还有他们 就是踢他舞 他们 因为小巨蛋的话 他其实是有 就是舞台上是有三层的 所以 除了最前面一整排的人 还有Santa的 那个超帅 超厉害的 角速超快的男生 之外 前面一排人 然后他后面的 台上其实也都有 一层楼 两层 三层楼 上面都有人在跳 就是 我就想到很像 在AKB的时候 大家 其实也是有站位 就是 第一排的人 然后可能有些人是 站在最侧边的 然后侧边还有 一楼二楼 跟三楼的人 那超高 我觉得在那边跳 超可怕的 就感觉很像我们 这样子的 就是AKB 也是有这样子的站位 可是他们即便是 站在 我有看 在最高的 那个位置 因为大家一般都是 看平面 中间那一区 让我特别看一下 站在 最上面的人 就是他们也是 没有因为自己的位置 站在那边 就麻糊 就是所有人都是 超卖力的在跳 而且他们那个 就是 那个脚 就是 全部都整齐画 我就觉得 哇 真的是 太佩服他们 而且还一天跳两场 就是觉得 就是蛮感动的 可是 我就是 自己 我是一个 就是怎么讲 我就是心里在想 我就想 就是这些专业表演者 就是不知道 花多少努力 才跳今天 然后特别是中间 的那个男生 就是他 反正中间的那个男生 就是会有自己 solo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 就是他要做到 solo这一块 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才等于可以站到 他们所谓的 C位 然后我就觉得 我就想到 我就是 我不知道 我就边看表 我就想到 很像AKP的模式 也是这样子 就是真的要努力好久 才 就是才能 就是可能站到 比较显眼的位置 之类 然后我就有点 想哭 然后我想 欸不对 我现在在看这个表演 我在想什么 然后我想 不行 看这个表演 明明就那么快乐 哭太好笑 我就 赶快收回 然后就 专心看表演 然后就觉得 就是 好棒哦 我真的觉得 好想要 每个月都来 小巨蛋看表演 但是可能就 不会买很贵的票 可能是800的票吧 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 消费习惯吗 就是有一些 心态上有一些改变 谢谢收拔特工的 告白气球 没有 我没有哭啦 反正就是 就每次看完表演 我就觉得 真的是 都能 获得一点什么东西 就觉得好棒哦 公演会不会有火焰之舞呢 怎么可能有 你看人家花多少时间 练那个东西 跳的好像不是自己的脚 真的很厉害 本家也常常有一天两场 所以我们真的是太轻松了 我们真的是过得太安逸了 但是 但是 我觉得以台湾的市场来说 一个月一场 真的是差不多了 因为毕竟我们还 就是没有那么大市场 因为毕竟我们还就是没有那么大市场 因为毕竟我们还就是没有那么大市场 我一直都 我一直都有性感的一面啊 我只是今天穿的比较保守而已啦 那我真的觉得就是 对啊 好喜欢看表演哦 那一个月看一次好像有点奢侈 会不会 就看有没有想要看的吧 因为像我觉得我以前啊 就是一直拼了命的 就是一直很节俭 然后拼了命的存钱 但是我其实觉得就是 我觉得我过得好辛苦 所以我就是 现在嘛 就是 心态上有些改变 我觉得我 我想要花钱就是可能 不一定会每个月都看到一场表演吧 但是就会觉得 因为我真的好喜欢看表演 你们刚才常看到 就是有什么表演 我就是会出没 就是我觉得 就是每次看表演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 又获得了一点什么 就是 除了很佩服表演者之外 也很希望自己可以像他们一样 就是常常会觉得自己 好像不够 不够有成就吧 就是 然后过得那么辛苦 啥都没有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 还不如就是 对自己好一些 对 然后我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买了一个 一千块 一千多块钱的包包 然后呢 我本来没有要买 就是林杰星说他想要买包包 然后我就陪他一起去 对 就是 然后结果他买的时候 然后那个店员就说 还是帮你们一人带一个这样有折扣啊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包包还不错 然后 就变成我也买了 我本来没有要买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就买了一个包包 一千多块 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包包 就是一个 一个牌子 不是 不算是特别贵的 就是 算是一个牌子 但他 他算是平价的牌子 但是我就觉得 我那时候就想说 哎 就过年吧 就过年就买一个包包 然后 我平常也会背的 就是我觉得我一直 那么辛苦存钱 到底干嘛 我就是觉得我好想花钱 然后 花了钱买了 就是那个包包 我看到我是真的蛮喜欢 但是我看到一千多块 其实 我是会买不下去 因为我从来没有背过那么贵的包包 但是 就现在就觉得自己 怎么样 就是我会想要 希望自己以后可以赚更多钱 我就觉得 但是现在该花的还是要花 而且我觉得 我想要 就是对周围的人好一点 就是 想要把自己能给的都给 就是觉得 想要 怎么讲 我觉得 就是一路以来 因为我就是 大家都知道 我过得比较苦 就是 没有靠爸爸妈妈什么的 怎么突然有点想哭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要忍住 好反正就是 就觉得 好像一路以来 都 我没有要哭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行不行 我怎么突然 说哭就哭 我没有 我没有哭 你看 没有滴出来 好 没事 没事了 好 就是没有要哭 我长大了 就是觉得 觉得自己一路以来都受到很多人的帮助吧 就是有时候跟黄秘鼠出去吃寿司啊什么的 他说没事你今天就吃 因为我通常我会看价钱我都只拿40块的 可是有时候跟黄秘鼠出去的时候他就说没事啊 你就拿自己想要吃的没关系 然后他可能就请我之类的 然后我都会觉得就是 就是 很多方面 然后可能邻居阿姨啊会给我一些 就是 水果啊 肉啊什么 就是很 就是觉得一路以来受了好多人的帮助 就觉得 就很希望自己可以就是 也多付出一些什么吧 所以就觉得 就是一直拼了命的春天好像也 好像也 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所以我就觉得 想花就花吧 就是 以后反正钱总是 就是 留不住嘛 生不带来死不再走的 所以就觉得 就花吧 就是 但是也没有到乱花钱啊 只是就是 我就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 就算贵了一点 但是买了就觉得很开心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新买的包包 你看我没有哭哦 我是不是长大了 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今天新买的包包 我还没有拆开来 我现在去哪 因为我一直很想要这种 小小的包包 因为我太多后背包了 我其实一直很想要这种小包包 就是 可以拿来 配衣服用的 所以我买了一个我觉得还蛮好搭的包包 我还蛮好搭的 这样子小小的 我们来裁缝 他好可爱 我这样会不会有品牌的问题啊 好开心哦 开箱 我先把他的牌子拿掉 真的我一直好想要这样的小包 然后我就跟 我跟结辛买了 一人一个颜色 我的是咖啡色的 然后结辛的是黑色的 我们买了 我们买了姐妹包 呵呵呵 他是 我是不是要把牌子遮住啊 这样子小小的 对我的是咖啡色 这边是 那种 有点像帆布的材质 然后结辛的是黑色的 然后他的 正面是这样子 很可爱 我觉得两边都很可爱 然后这边前面可以拿来放 悠悠卡之类的 蛮方便的 因为我现在我的悠悠卡 我一直都是放在手机壳背后 然后因为我最近不是换了 就是新的那个 Snooby的 这个 Snooby的壳 因为我直播壳会太大 我就把它拆下来 然后我现在就是换了新的壳 然后我发现他这个壳蛮牢固的 就不像我之前买的壳 只是一百多块 很好 很软那样子 他就蛮牢固的 然后我悠悠卡放在里面 然后我发现我每次要逼的时候 我就是 我原本悠悠卡要放在这边 然后每次要逼的时候 发现他好坚固 有点难 就是我一直这样子把它 拆下 好像就是 对壳 手机壳来说好像不太好 然后想说 有这个的话 我把悠悠卡放在前面 好像还不错 这配色起起地 他不是起起地地 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服装还蛮多 我的衣服很多都是咖啡色系 明色系的 所以应该这个颜色就是比较我 看起来很值得 可是对我来说 我真的从来没有买过那么贵的 因为我之前最常背的那个 黑色的这个包包 这个 背到都 黑色都褪色了 这个包包是买杂志剩的 这是很便宜的 我背超久的 然后还有一个冬天 我很常用的手提包 也是好像50块钱吧 就是 就是很便宜的 所以对我来说真的 就是包包 我觉得顶多300块 可以接受吧 所以1000块包包对我来说真的是 对 只是个妇孺 它是赠品 就是 我超常背的包包 它只是个赠品 所以 对我来说真的是蛮奢侈的 你这包包怎么用啊 等一下 它里面有附一个 哦 它有附一个这个 我要把它剪掉 在家 明娜长大了 我开始 买贵的东西了 然后杂志还没发 哦对啊 我杂志 大家还没看过 但是我那时候是看那个杂志的封面 是我蛮喜欢的一个日本女星 所以我才买的 但是那个日本女星是谁呢 我也忘记了 因为我都没翻过 我都还是看到杂志封面是谁 所以买的 我真的忘记是谁了啦 哇 它包的好岩石哦 这个包包 我要拆到什么时候 皮带 这是皮带 它的绳子 开心耶 说好了喜欢的女星呢 这我还没看过 哦 它好可爱哦 等一下 它是这样耶 它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 对 不就是我买的吗 就是 它里面还有附一个这样子的 小零钱包 也可以装 就是小东西 然后它是 诶 我家有露出牌子嘛 反正它就是 可以锤在外面 也可以塞在里面的 很方便耶 开心 男生是不是不懂 女生在那边开心 买包包的这种心情啊 我也是第一次买的 然后里面可以放 很多东西 哦 它还有给一个 防尘袋 保护包包 好专业啊 然后里面还有 超多干燥包 里面有 里面有 四包干燥包 需要那么多干燥包吗 干燥包是不用钱吗 怎么要四包 那我要来装这个绳子 这个要装在哪里啊 等一下 这绳子是要 哦 我知道了 是这里吗 天呐 我真是个香疤了 那我们家好潮湿啊 这样子 我有装反吗 哦 它没有分正反 就是这样子 哦 天呐 我看起来是不是很笨 我居然在那边研究这个包包 是这样子吗 我在店里背的时候 它是长样的吗 诶 我等一下 我想一下我要怎么把这个 把这个遮住呢 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不要露牌子 耶 这个很便宜 我怎么会讲得出一千多块 我怎么会讲得出一千多块 就是跟专 就是那种名牌包比起来 它就是没有很贵 但是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很可爱 很可爱耶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 很可爱耶 我很喜欢这样小小的 出门装小小的东西 以后就可以常常看到它出现了 对啊 我以后一定会常常背它的 开心 新年买给自己的 新礼物 很可爱 它里面也可以放水啊 它其实容量还蛮大的 零钱包就这样掉在外面吗 对啊 它零钱包这么长的吗 它零钱包那么长的吗 还是我应该要把它弄短的 有点看不懂 這個零錢包是怎樣的 他本來就這樣嗎 他要怎麼把他弄短 要放裡面喔 他好卡喔 他是放在哪裡的 天啊我就是 我找不到他要放哪裡 我以為他裡面會有個專門放他的地方 可是他這樣進去我裡面就滿了 是這樣嗎 不知道耶 但奶奶回來我問他一下好了 殺回寶寶是這樣 很可愛 開心 看有沒有扣環可以寫下 但掉著感覺比較方便 開心耶 好 我等一下再來研究一下 好啦反正這就是我的這一個禮拜二 我在報告行程耶 我從初一報告到就是 到今天了 對 就是我一個禮拜就是發生的事情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如果還有沒講到的話 明天明天也有直播 明天也是九點對嗎 明天可以再繼續聊 好 不要在外面的零錢包 還好吧 好啦我把它放裡面 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也可以 開開心心 開開心心 我今天沒有哭哭喔 明天晚上九點 也有直播 我們明天晚上九點 再繼續聊 謝謝黃拉的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明天開工順利 要開開心心的 每天要開開心心 然後Mina不要哭哭 我今天沒有哭哭我長大了 對 那大家 晚安囉大家 那我來念今天的排行榜 今天的第13名是凱阿 謝謝凱阿 第12名是伯承 謝謝伯承 第10名是阿吉拉 謝謝阿吉拉 第10名是苦美 謝謝苦美 第9名是中影 謝謝中影 第8名是太空 謝謝太空 第7名是金魚 謝謝金魚 謝謝金魚 第6名是小鈴 謝謝小鈴 第5名是中喵 謝謝中喵 謝謝中喵 第4名是黃拉 謝謝黃拉 第3名是土司吉 謝謝土司吉 第2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第1名是蘿莉郎 謝謝蘿莉郎 大家新年快樂 我還要再發紅包給大家嗎 雖然我發完好像就沒有錢錢了 除夕的時候雖然有發過了 但好像是不是台灣開工也會發紅包 那我明天再發給大家開工紅包好了 因為我只夠發一次 那我明天再給大家開工紅包 大家明天9點記得來我的直播間 我會發開工紅包給大家 雖然一點點 那大家明天9點見 謝謝黃拉的紅包 新年快樂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明天見 晚安囉